嗨,小科学迷们,一起来鲨鱼公园学科学吧! 这里有好玩的科学实验,在线课堂,神奇绘本,科学动画,加入营队,走进大自然,体验户外探索,想想杀课堂,让孩子爱上科学! 行驶吧,小汽车 小朋友,你们都有自己的玩具汽车吗?你知道它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吗? 小汽车可以行驶,靠的是车轮的转动 连接车轮的部分呢,就是车轴 车轴把两端的车轮连接起来,使车子平稳地前进 车轮的上方,就是小汽车的车身 小汽车车身的形状像房子的屋顶 车身的前后,又可以发出光照的车灯 在小汽车的车身里面,有可以使小汽车发动起来的发动机 还有可以改变方向的方向盘哟 把这些部分组合在一起,我们的小汽车就可以正常地行驶咯 今天我们用生活中的材料做了一辆非常简单的小汽车 还给它安装了一个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就是气球 气球是如何让小汽车行驶的呢? 仔细观察,气球有很大的弹性 当我们把气球吹满气,松开 气球里的空气就会快速地跑出来 给外面的空气一个向后的力量 而这时,外界的空气也会给它一股力量 所以小汽车就会向前跑了 我们把这种力量叫做空气动力 小朋友们,现在你们知道 气球发动机的小汽车为什么会行驶了吧 啊